這雙鞋是在廢屋外找到的 和在貨倉之前找到的鞋印是完全吻合 你有穿過嗎? 這雙是藍裝鞋, 我怎麼會穿? 我們在鞋裡找到毛巾纖維 同樣在你其中一雙物上 也驗到有相同的毛巾纖維 是否因為這雙鞋太大, 你穿不下 所以放毛巾進去? 是你自己走出貨倉, 所以留下那個鞋印 我真的不知道自己走出貨 是那天爸爸見不夠時間推輪椅走 就拿了一雙鞋給我 強行逼我和牠一起走 我都在那時候, 我才知道自己走出貨 我怕你們會像現在那樣懷疑我 所以就沒說了 你別再說謊了 是否你殺死了姐姐任樂平 我沒有 你姐姐一直下藥 傷害你和你弟弟的身體 讓外界以為你們患重病, 你博同情 但你早就知道她背後做的事 所以你一直吃著這些電解質藥 來維持健康, 是不是? 我這樣做是不想我姐姐坐牢 由此而終, 我還是很愛我姐姐 現場的血淺分析 和法醫的解剖報告已經說了 不過, 你姐姐中刀之前 任志輝的背部和腹部已經被刺傷 還相及右邊背部的神經 趙雞連舉手也有問題 所以殺你姐姐的兇手 會是另一個人 我當時都不在現場 我不知道那個兇手是誰 任樂平的傷害禁心 她中刀之後, 血會大範圍地潛出 所以殺她的人, 一定會染到她的血 師父, 奔布會出來了 走吧 我們在以下的位置 驗到有任樂平的血跡 分別是C4和E6 犯人報告出來了 案發當日, 任樂型掌衣衫上面 我們找到任樂平的血跡 血跡是呈現貧錢形態 就是說是由外部力量所造成的 例如刺傷 沈冠豐曾經跟他通過電話 他們是不是同學? 是我上伏爸爸讓我聯絡冠豐的 真是不想染你的耳朵 對 你扔下了我們三人一走,你要知道 現在才要利用我和弟弟去幫人關心 越多人關心,我和弟弟就覺得越慘 怎料你一回來就是綁架搶錢 如果我籌不到錢 我一定會被那些大小子砍死 你救救我和弟弟 你可否讓我和男朋友和平安 我會跟你解釋清楚 他不會告訴警察 你明明說我再一手家子一手家人 你瘋了沒有? 好好的一個人可以租成這樣 更何況,他們是你弟妹 你別再教他們 他們會自己獨立生活 他們不再需要你這個姐姐 我會叫他們 我真的讓你解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若然我在長洲迎迎的 我送你一件神功夫 莹莹, 沒事了 莹莹 我們回來了 莹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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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莹莹, 沒事了 莹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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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了童年、沒了健康 全部都是他一手造成的 我這樣還有什麼錯? 我只是想取回我自己的自由 為何他死都不能失去我? 他無權主宰你的人生 但你無權,他決定他一生死 不,不,不... 你現在看的是TVB USA 官方頻道 想看更多TVB精彩的節目 就快點按下方的鈴鐺訂閱吧